靠存款吃利息躺平的日子恐怕得一去不复返了 就在今天各大行的存款利率进一步的调降了 100万元存上三年的话利息得少拿9000块 而且呢存款利息的降幅会明显比房贷利息的降幅要大 我们知道今年银行多次下调了存款利息 加上这次今年降了三四期之后呢 每万元存款利息最高少70块钱 整整七根鸡腿就这么没了呀 那同期的房贷利率也就LP2降了多少呢 只有一次幅度是10个鸡腿 也就是多了一根鸡腿 那你说就是奇怪了 老百姓存款利息少了三到七根鸡腿 房贷利息却只降了一根 中间这两到六根鸡腿的利差去哪里了呢 首先的原因是 老百姓现在不是普遍不敢加杠杆了吗 大家都想的是多存钱 提前还贷款等等 所以呢资金就沉淀在银行里放不出去 第二呢存量房贷利率下降了 还有第三是响应金融让利实体经济的号召 银行整体贷款利息也在下降 像金银贷之类的都到3%的水平了 那有人肯定还会问了 这也不至于差了整整六根鸡腿吧 所以呢接下来就要看银行对于这次降息的官方表述了 像公行就明确提到说 要持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和传导效应 这次存款降息的幅度最高的达到了30个基点 可以说是为明年的LPR或者是房贷利率继续的下调 就留出了比较充足的空间 然后呢有一点就很微妙哈 就这次降息的时间点 每个月的20号是LPR公布的时间点 但是昨天LPR是保持不变的呀 就是昨天不是20号吗 而12月份最后的这次LPR 他决定了已经买房的人明年一整年的房贷利率 既然昨天没有降 那明年这些已经买了房的人的房贷利率也就锁定了 银行也就由此多了一年的缓冲期 其实说到底这回降存款利息的本质 就是先压降一下成本 然后再给后续降贷款利息腾夺空间 为大家多买房多投资多消费 拉动经济发展尽可能的创造条件 所以说未来这个降息会降到什么地步呢 搞不好得降到大家都觉得存款不再划算了 贷款出来才更划算的地步 那以后你说会不会又出现利息又重新升高 咱们又可以在家躺着赚钱的日子呢 恐怕很难 因为存款利息可能会长期下降 现在全球排名前列的大型经济体 基本都是实行的长期低利率 比如说本轮加息之前 美国是连续十几年的平均利率都低于1% 欧洲主要国家也是跟着美国的 日本就更不用说了 那是几十年的低利率了 但我们是已经习惯了3%甚至5%的存款利息 那是因为我们之前经历了30年全球瞩目的高速增长 但是随着我们经济体量的增大 经济结构的变化 高增速是不可能一直持续的 以十年为单位 经济增速下一个台阶 为了满足增长的需求 实际利率也需要下一个台阶 存款利率自然也要下一个台阶了 而贷款利率 包括房贷的长期周输也会下降 直到它跟经济增速相匹配 也就是大家都愿意带 股票又亏了 奖金又没了 水表燃气表什么的却赚得更快了 这到底是通胀还是通缩呢 最新公布的4月的经济数据不好看 首先呢 代表着经济活力的涉容跟M1都不理想 这其中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 企业不愿意借钱生产 大家不愿意借钱消费 存款却在顽固的增长 而另一方面代表物价的CPI和PPI低迷 说明虽然水电燃气等等 这些公用服务在涨价 但是企业还是卖不出去商品 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还是萎靡 那物价萎靡 大家可能就会选择观望减少消费 而企业卖不出去商品就只好降薪裁员 没有工作了或者工资少了 于是就更加没有了消费 从而就会形成物价跟收入的螺旋式下跌 那也就是说现在可怕的通缩阴影还是在的 通缩可比通胀对经济的伤害更大 所以学者们纷纷都在建议 赶紧遏制通缩 实现温和通胀 可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干掉通缩呢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在政策上 是采取了一个曲线救过的方式 来刺激消费和物价 具体的做法就是把财政补贴进行转移 从必选消费转移到可选消费 怎么说呢 比如说必须花钱的水电煤气什么的 甚至高铁 不再财政补贴了 他们都开始在涨价 而这个涨价未来没准还可能会延伸到地铁公交 而对于买房买车这些可选消费则开始补贴了 买车直接给七千到一万 买房呢可以以旧换新了 地方财政买你的旧房 你可以去买新房 这个事背后的逻辑 或许是反正水电煤气什么的涨不涨价 你也都得用 索性不补贴了 给你买房买车进行补贴 没准还能够刺激大家多花一些钱 可是呢对于这样的做法 学者们的分歧挺大的 反对的一方 比如说像刘玉辉等等就说了 现在最不该涨价的就是水电煤气 宁可发债补贴给地方财政 帮他们扛过去 也不能把消费带到沟里去 这个话背后的意思就是说 老百姓的钱毕竟是有限的嘛 在水电煤气这些日常的开支上 花的钱更多了 那相应的其他的东西就会买的更少了 反而会更加不利于消费 而知识的一方也有道理呀 他们说地卖不出去 地方财政没有钱 中央财政也紧张啊 如果发债帮助地方继续补贴水电煤气 这可是每个月都要有的持续的支出 确实力不从心 而公共服务涨价 从心理上或许可以改变大家对于通缩的预期 大家可能会觉得通胀要来了 就该买资产了 虽然说学者专家们在这点上的意见不同 但是都认为应该尽快的对抗通缩 形成温和通胀 那到底怎么才能形成通胀呢 有点经济学常识人都知道 想要通胀呢 就得供不应求 也就是说大家都得愿意买买买 政策补贴买房买车 其实就是希望刺激大家多花钱 但是呢 不管补贴哪一块 如果大家花钱的总量是不变的 那都没有用 所以到底怎么样 才能让大家花出去更多的钱呢 有机构研究 2023年 咱们全国有5.6亿人的月均可支配收入 只有1236元 这些低收入人群对于消费的贡献 其实一直都不大 所以呢 它们并不是消费下滑主要的拖累 而中等收入阶层的财富损失 收入下降等等的因素 才是导致消费下滑的根本原因 就比如说房价持续下跌 那很多人是加了杠杆的 家庭资产负债表都恶化了 那这部人肯定就会减少消费了 甚至会有的人降价卖房 导致房价进一步的下行 然后呢 就会有更多的中等收入家庭压缩消费 所以说呢 提振消费的入手点 恐怕得先要稳定资产 又是4000多家公司下跌 真的受够了吧 说A5常年3000点都在夸他了 现在连上3000点都难 这两年要不是四大行和两百桶就撑着 可能都跌破2500了呀 今天呢 我就非得来盘点一下 造成了A股长期萎靡的七宗罪 第一罪 虚荣 背后呢 是底层资产的质量不高 市值万一的公司 全部都是以金融为主的大国企 高利润高市值的科技消费公司 是一家都没有 这两年 你别看上证看着 只跌了200点 好像还算稳定哈 但如果抛开这些大项的话 大多数股票是惨不忍睹的 第二罪 懒惰 那么多的问题 拖到这两年才开始解决 散户遭到了长时间不对等的博弈 还有很多的优秀公司 因为设计漏洞 只能选择到海外去上市 就让A股又错失了很多优质的资产 第三罪 暴食 市场就像个皮胸 很多年都光吃不拉呀 IPO源源不断退市却寥寥无几 资金与资产长期的供需失衡 第四罪 贪婪 很多股东上市就是为了卖公司 毫无节制的减持收割 买不完 根本买不完 第五罪 嫉妒 市场表现长期不佳 于是呢 大量的投资者 眼红海外牛市 抛弃A股 选择其他市场 造成大量的活跃资金的流失 第六罪 色欲 多空机制的不平衡 造成了一些力量 是肆无忌惮的侵犯散户 先做空再逃空 裤衩都不留下一个 还有第七罪 就是愤怒 就像现在的我 愤怒无罪 骂人有理 如果明天再跌 我继续骂 感觉中国这是第二次救了特斯拉呀 马斯克就来了一天 特斯拉的股价就涨出来了两个京东 还记得五年前 特斯拉濒临倒闭的时候 老马到中国来谈上海工厂 上海给地给贷款 帮他建工厂 然后特斯拉量产原地起飞 接下来就帮老马当上了世界首富了呀 那这回他过来 虽然时间不到24个小时 但又是见总理 又是上新闻联播 结果呢 他的股价又起飞了 就在马斯克到访的当天 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数据安全检测的第一批通报 符合数据安全的国内车企有一大堆 但是只有特斯拉一家外资车企 说上海工厂生产的特斯拉采集到的数据是符合要求的 没有风险 而这个事情对特斯拉来说 就是速效救星完 还记得以前特斯拉只要一降价 就能冲上个几万台的销量 但是现在最近这次的降价根本没动静了 老马眼瞅着雷军余成东们 边当网红边狂卖车 真的是着急呀 那现在有了数据安全这道护身符 一些机关单位 一些国企等等 对于特斯拉的禁停进行 就会陆续的解除 捆住特斯拉手脚的链条是终于解开了 而且中国有将近200万辆特斯拉 每年还会再增长几十万 但是之前中国特斯拉的相关数据 都存在了上海数据中心 不允许回传美国 那现在随着这个数据安全解禁 特斯拉有可能进入到促进和规范数据 跨境流动规定的白名单 那么就可以把数据回传美国了 这对于特斯拉来说真的是重大利好 咱们中国的交通状况多复杂呀 各种行人自行车骑手 用这样的数据训练自动驾驶 那简直就是从普通班直升到了重点班了 还有啊 今天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 特斯拉自动驾驶技术FSD 在中国的推出已经正式获批了 而且呢将会和百度地图进行合作 连带着百度的股价也涨了7% 那眼瞅着中国军团把车架卷上天 特斯拉就只能在自动驾驶上 孤注一掷了呀 马斯克现在一回美国就宣布说 今年会投资100亿美元 用于人工智能训练 他还凡尔赛说 任何投入不了这个成本的公司 都没办法跟特斯拉竞争 当然了100亿美元对于老马 真的不算事了 就昨天晚上美股就给了他9个100亿呢 要知道啊 特斯拉的FSD是不用激光雷达的 就靠摄像头观察路况 就跟咱们人的眼镜一样 FSD是一种深度学习 模仿好司机的驾驶方式 做出正确的判断 而这种技术就得依靠海量数据 所以呢对于特斯拉来说 数据松绑真的是激活了命门 而国内车企的自动驾驶技术 目前主要还是以激光雷达技术为主 而激光雷达的成本动作一两千美元 摄像头的成本只要几十美元 所以恐怕特斯拉要在中国市场上 再当上一回鲶鱼了 不过呢好在咱们的国产车企 现在也确实是有底气了 小鹏汽车创始人何小鹏还公开放话说 欢迎特斯拉将FSD带入中国 想想几年前特斯拉刚有上海超级工厂的时候 咱们国产品牌跟它的差距有多大 刮太多了一口吃不完呢 所以姐姐我今天要三更了 最近呢两家龙头房企接连爆出新眼球的消息 一个呢是万达集团强力反腐集团的高级副总裁都被抓走了 还有一个呢是毕国人的两笔委员债位 能及时兑付利息股债双杀 到底发生什么呢 先来说万达 作为国内最大的商业地产开发企业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最近面临的压力不小 尤其是债务负担很重 所以呢现在负责着万达旗下470多座万达广场 和130多家酒店的运营和管理的万达商馆 正在努力冲刺港股上市 希望能够缓解压力 为了这个事万达还和战略投资者签了个对赌协议 要是今年底前没能完成上市 万达就得向投资者支付300亿元的股权回购款 所以这个事情是关乎到万达的资金链安全 乃至公司存盲的 甚至有人都在形容说老王是在用生命跟危机赛跑 不上市变成人 结果呢就在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上 老王突然是刀刃向内 把高级副总裁刘海波等等三名高管 都给送到橘子里去了 原因呢可能是涉及到贪腐 而且据说涉及到的金额巨大 这位刘海波是万达的老臣 91年毕业于北航 2010年就加入了万达进入到高管序列 之前他一直分管万达的投资业务 之所以出事是因为之前万达投的一个项目 亏了一个小目标 然后呢老王就开始查 结果发现怎么最近这几年万达投的项目 很多都亏麻了呀 然后顺藤摸瓜的就查到了刘海波这里 军人出身的老王平时眼里就容不下沙子 他本人说过啊 我在万达是不分管具体业务的 唯一管的部门就是审计部 老王就会一把手直接抓审计 导致外界都管这个部门叫福尔摩审 员工一提到这个部门都说 权威专业让人特别害怕 所以呢可以想象 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老板在一线正吃紧呢 如果有人顶封作案搞贪腐 在后方紧吃 那肯定是要被拿下的 至于另一个大瓜碧桂圆 我上个视频刚说过了 简单再说几句好了 最近都在传碧桂圆可能爆雷 甚至说佛山副市长都带工作对进驻了 但是公司坚决否认 可是由于碧桂圆在新加坡教育所的 两笔美元债没能按期支付利息 虽然说还在30天的付息宽限期之内 但很多人担心他可能会违约 他要是出了事 那五星级的加就变成五星期的加勒雅 所以碧桂圆的股价这两天跌得稀里哗啦的 七天跌到40% 跌得更狠的是债券 仅仅三天 碧桂圆的债券就从68元跌到了现在的25% 直接亏到60%多 虽然现在碧桂圆已经形势凶险了 但是老板还搞了个骚操作 他把旗下的优质资产 另一家上市公司碧桂圆服务20%的股份 捐给了自家创立的慈善基金会 很多人就会怀疑了 杨老板妇女俩 这是要尽可能多的保留现金吗 因为根据法律啊 万一碧桂圆破产清算 那慈善基金的钱也是独立运作 不会受到影响的 这个事就等于是 泰坦尼克号虽然还在往前开 船长却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小船 那你说其他乘客能不担心害怕吗 毕竟类似这样的招数 贾约廷是玩过的 富丽孙鸿冰也玩过 恒大皮带许当年想完没完成 案例太多 搞到市场都风声鹤唳了 万达有十多万的员工 碧桂圆更是有近百万的购房者 在他们的背后关联的是上百万个家庭 所以还